張宗某有證實 林秉書也曾經找過他的太太張除芬 因為他牽涉到很多的政商名流 但做什麼張宗某也不清楚 那這個 他有比如說一個對話截圖 原來是陌生的 後來還聊這個怎麼炒股票 說他攀附貴婦的手法 都從沒看得出來 因為檢警清查 他的手機有 比如說有一個代號 叫S貴婦的專屬檔案 對他專門做一個就是他 所有都是他的資料 說這個先結識一個X姓畫家 然後對方引介 然後見到S 從X見到S 然後他說我是博士生 博士 大家對學生去念博士 有學問 又是專案作家 又是富二代 是林家板橋林家花園之後 還有投資 林家花園就否認了 我是會投資 取得信任跟聯絡方式 以前都要什麼電話 現在就是LINE 什麼就是交換了 然後就有記 我覺得他做事都很有計畫 而且投其所號 你喜歡什麼 我就讓你表現 我就是這樣 灌米湯 我就表現這樣子 那聊話 聊專欄 醫美資訊 投資股票 等等等等 說這個從八十一塊 漲到一百九十一塊 萬海 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S貴婦還說我吃醋等等 很厲害 就很厲害 很認真 很厲害 很認真 而且他 他也蠻厲害 比如他泛雲 我就看他的資料 他就說我看過泛雲的論文 他真的看 這不是說沒有看 我是還真的花功夫 去研究 泛雲可能國內 國外發表的論文 他跟你討論你的論文 他跟你討論他的書 動心 跟你討論這個 跟你討論那個 他也的確花了 不過主持人我猜一下 不少功夫 如果我是你的 我唸了你的論文 唸了你的書 他會跟你講這些 你會不會動心 我覺得你不錯 至少對我的東西很有興趣 難得比較不會在情感上動心 對啦 你知道嗎 但是至少我覺得你還 這個是耳朵 你還是不錯 你還是用功 用功的一個青年 而且說這個S貴婦是富可敵國 而且還說要投資代工莫德納 等等 那政壇都要跟他先生 C董來問好等等 然後說這個秘密檔案也曝光 到底他秘密檔案有多少東西 而且還說要牽線莫德納代工 還合照 陳時中說 我沒有印象哪裡照的 顯然是有照 哪裡照的沒有印象 當時很多人都來講 這個疫苗的事情等等 而且還有一個政商名流 覺得他很有辦法 又是國安單位 就說我太太想打疫苗 那時候很多人想打疫苗 有沒有辦法 她就說沒問題 我可以挪開別人的名額 讓你太太打到疫苗 而且當時有美國參議院來訪 我跟了美國參議院討論捐我們疫苗的事 所以才為什麼晚上才回覆你呢 等等 我可以幫你太太安排 所以說牛皮吹得很大 而且他說他連幫人家打疫苗 幫人家介紹小孩讀什麼學校都可以 而且中間還收錢 說還收錢 那他還笑中茂中 你記得翁茂中 就那個台南那個幫人家跟法院法官一堆官說 還嘴筆記 他太笨了 我擁有百官行訴的英檔 我對他們英檔 我還分門別的把它做好 這應該查一下到底他搞些什麼 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是有人查出來 他那個QB豆腐備份 裡面有一萬兩千個檔案 真多 那事實上更大的機密是那支錄音筆 因為錄音筆基本上基本型可以 可以有666個檔案 那因為錄音筆就是對話的內容 那那個會洩漏更多機密 我覺得 我覺得也有人看不下去了 所以就把它丟出來 不然這種豆腐的內容怎麼會出來呢 就是有人要壓這個新聞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另外一些人 覺得看不下去 就把它丟出來這樣 那當然我們是不希望那個 私密的影片也流出去啦 那個真的是太不道德了 可是這一種 有助於來揪出我們 政治的黑幕啊 我覺得這種爆料 我們應該要鼓掌啦 應該要鼓掌 這跟民進黨內鬥有沒有關係 我不清楚欸 我覺得 我當然 你不能夠說他只認識新潮流啦 他實際上認識的人很多啦 就是我覺得法律界 還是有些人有爭議感啦 還是有啦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